画山原画在明江的岸点 原画的画面宽度有221米 最低的原画到最高的原画的高度 有45米左右 整个的原画的画面 就达到了8000多平米 一共绘制了1950多个图像 包括有人 有动物 有还手刀 羊角扭钟 铜骨等等 基本上就是用一种 纸红色的原料来进行 叫做平图式的 剪影式的一种绘制办法 来绘制完成的 这个圆形器物就是一个很写实的 这个铜骨的骨面 两个铜骨的图像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铜骨的一个 稍微省略的一些画法 它只是单圈 也有太阳的光码 但它多了什么呢 你看下面有人举着手在敲打它 研画的很多问题到今天来说 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虽然说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时期 定下来了战国到东汉 但你说这个图像会以哪一年呢 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年份 这么一个陡峭的芽壁 它是怎么完成这个作画的呢 又用的是什么颜料来进行这个绘制 经历这么数千年的风吹日晒 色彩还是依然这么鲜艳 花山游画的这一片呢 就是剥落的就比较严重了 你看斑斑勃勃 就基本上有很多图像 就已经看不清楚 其中呢 有一个 这个史料上就有记载 比如说明代章目写的一文录里面 其中有一句话 或有无守者 就是说有的已经没有头了 那么这个图像呢 可能就是当时他们所描述的 这么一种情况 那个就没有头了 是已经掉落了 严画的缺失 它是因为这种灰岩的分化 开裂 掉块 然后严画跟着它就掉落 其实啊这个两手曲肘上举两腿半吨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造型呢 是我们严画界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叫做敦视人形 它的表达的一个主题内容上应该是多元的 应该说是两千多年前 我们这个落叶人当时这种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的一种展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